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火车上面 这辆列车是由青东北开往温州车站 坐的是K1052层列车 现在列车是临时停车的 目前到达的这个地方是交州车站 这辆列车运行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一共运行28个小时零52分 它中间经过的站也是非常的多 一共经过了32个站 中途也经过了非常多的省份 从山东省进入江苏省的徐州 然后再就是安徽的河肥 再就是浙江 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 我要准备在这个火车上面买一份盒饭吃 看看这里的物价和这个消费水平是怎样的 带大家看一看它这里的环境 然后它一共是有十几个车厢 每个车厢都做的满满的 你看除了这个过道上面没有人 其余都是做的非常满 它这里的车厢也是非常的干净 它这里的车厢还有一个爱心民室 这很不错 它这边十号车厢这里是可以补票的 工作人员在这边 和饭还没有到 现在大家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吧 下过雪的窗外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这个窗外种的树叫什么名字 这里是租城车厢 这里是租城车站 它这里上的人不是很多 但下的人倒不少 租城这边的城市建设风貌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都在这里大力的开发和修建 未来可期啊 这个城市 可以便宜的吗 便宜的吗 没有便宜的 看着有什么菜 都是都是一样的吗 都一样的 行吗 我现在现金可以吗 可以啊 你记得是多少 9块 少不了吗 没有找的 行吗 现金找个人 就只有几份的 下班了 你这个都是同一家是吧 少不了的 明天应该可以少点吧 明天 明天再说 行吧 参车现在是不能进去了 参车一行防控 行行 你看看啊 刚刚买了一份 用现金支付的 看一下有什么菜 刚刚找了一下那个垃圾桶 到那边啊 不太方便 看看有什么菜吧 一个煎蛋 打开之后呢 它这个红色的就不知道是什么肉了 这个应该是瘦肉吧 一个煎蛋 这边还有一个芹菜 香肝 豆干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这20块钱比之前做的那个1461啊 这些还是好很多的 米饭也很足 分量 现在先试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吧 现在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它这个米饭还是非常软的 看看它是中午的最后一趟了 我以为最后一趟它会便宜一点 我问他还价嘛 还15块 结果那个服务员也没有同意 最后还要20 我没想到今天最后了还没有掉价 我问他明天到温州之后可以便宜吗 他说到时候再说吧 应该到最后可以便宜5块钱吧 到时候应该只卖数了 但他这个价格的话也没有压得太高 刚开始就是20了 有些火车的话 一看一刚开始出价就是25块 或者说甚至30 这个是芹菜 味道还可以 很简单 负料还是挺足的 基本上能吃吧 它这个红色的应该是 炸过来 它那个鸡腿太贵了 要9块 我就没卖 那个位置就弱满了 所以没地方坐了 这样你吃方不方便 只能在这个肘子上面吃 随便吃一点吧 将就一下 然后它这个菜是那个炸了的豆腐 这个就是小炒肉 普通的小炒肉 然后还加了一些蒜苹 还加了一些蒜苹 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鱼丸 总量还是挺多的 不过还是挺意外的 吃完了 它这个分量还是挺大的 吃了宝宝的 现在把那个垃圾丢一下 现在把那个垃圾丢一下 我在很多火车站都吃了河饭的碗 但是这一次这个价格 不说这个价格 但是它这个分量 还这个菜的品质 是最好的 这里呢 为这个金棍铁路 点个赞 虽然呢 我是没有吃那个鸡腿 因为我感觉有点贵的 但是很多人说了 它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没有座位了 但是看着这个窗外的风景 喝着这个水 还是非常的惬意的 内心还是挺自在的 请不吝点赞